我讲糖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2395-62036 2395-62036 林初九会慌乱地大喊大叫 是因为他的力气恢复了 就好像被冰封住的人突然解冻一般 林初九被抽干的力气猛地回到他体内 一时不察的他差点把锅盖丢出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情的萧天耀第一时间冲进厨房 虽然身上软绵无力 可却眼神凌厉 随时摆出战斗的姿态 我有力气了 你看 林初九一脸欢喜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林初九伸手推了推萧天耀 轻轻地就把他推的后退两步 萧天耀的脸又黑了 别乱动 他无力是暂时的 林初九别太过分 这是证明给你看 不是乱动 高兴之余 林初九又推了萧天耀两下 只把萧天耀推到屋外才收手 开玩笑 不趁萧天耀没力气的时候欺负他 什么时候欺负他 亮相地跌出厨房 萧天耀不仅脸黑 脾气还起来了 林初九 你够了 真当他失了力气 就是软柿子 他能从石头庙走到这里 可见他绝不如林初九想得那么弱 林初九见萧天耀真的不高兴了 忙放缓语气的 好了 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嘛 你看我现在恢复力气 你很快也会恢复力气的 他能欺负萧天耀的时间有限呢 你是怎么恢复的 谈起正事 萧天耀也不怄气了 一脸严肃地问道 突然有了力气 我怀疑和我吃的东西有关 林初九指了指锅里的疙瘩汤 脸上没有嬉闹 只有认真 小男孩融融捧着空碗 站在灶台旁 一会儿看看林初九 一会儿看看萧天耀 大言满是迷惑 可却聪明的没有开口 吃屎 我试试 萧天耀无视灶台的脏污 直接用勺子对着大锅吃了起来 蓉蓉看着萧天耀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塞 小脸一扁快要哭了 姐姐 我的 我的 蓉蓉双手举着碗 拼命地往林初九面前塞 好让他看到 酒一 拿着大勺的萧天耀突然顿着 扭头瞪了小男孩一眼 把小男孩吓得呆住 对着萧天耀唤了一句 一 嗯 记住了 萧天耀满意地点头 咬了一勺 放到小男孩的碗里 林初九站一旁 看得莫名地发笑 萧天耀看了林初九一眼 不知他在笑什么 继续吃着碗里的疙瘩 锅里剩下的 本身就只有一个人的分量 萧天耀很快就吃完了 但是 力气并没有恢复 没用 萧天耀看着林初九 冷硬的毛子 隐隐有一丝委屈 再等等 明明我吃了有用 林初九原本想笑 可听到萧天耀的话 不免又有几分担心 他们两人当中 战斗力最强的是萧天耀 他挥不恢复力气 不要紧 最主要的是萧天耀 要恢复力气才行 嗯 萧天耀冷着脸点了点头 转身走到厨房外 站在外面去等 吟出酒也无心做其他的 坐在门槛上 陪着萧天耀等 可是 一刻钟 两刻钟 半个时辰过去了 萧天耀却完全没有 恢复力气的迹象 不行 萧天耀摇了摇头 神色平静 要说不失望啊 是骗人的 可事实已是如此 他就是失望 也于事无补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有效果的 林初九一脸不解 眼中闪过一抹不安 他会恢复力气 莫不是与医生系统要关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麻烦了 除了早饭 你还吃了 或者碰了什么 林初九能恢复力气 必然不是偶然 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 只要找到原因 就好办了 什么都没有吃 就是做了一顿早饭 碰了米缸 水和菜 林初九一一指给萧天耀看 萧天耀点了点头 顺着林初九所指 一一碰了个便 最后用水洗了洗手 小男孩荣荣 看着萧天耀像傻瓜似的 转来转去 摸来摸去 一脸不解 小脑袋快要歪到脖子上了 可却不敢问出来 只捧着碗呆呆地 看着林初九与萧天耀 再等等 做完一切 萧天耀再次回到厨房外等着 这一次没有让萧天耀等太久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恢复了力气 成了 萧天耀眼中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彩 整个人都焕发了活力 没有失去力气的人 永远不会明白 没有一丝反手之力的处境 有多么可怕 太好了 林初九一喜 直接扑向萧天耀 萧天耀一时不察 虽然在第一时间 伸手抱住了他 可还是被林初九撞得后退两步 换来林初九不客气地嘲讽 恢复了力气 还是这么弱 弱 你今天第几次说本王弱 说本王不行了 萧天耀抱着林初九 咬牙切齿地在他耳边低喇 这个女人哪 这个女人哪 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之前他没有力气 没法跟他计较 现在嘛 场合不对 不过没有关系 出了石头镇 他会让林初九明白 他到底弱不弱 行不行 说笑而已 你千万别当真 林初九察觉萧天耀语气不对 王从他怀里跳了出来 一脸认真的道 我们还没有弄清 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让我们恢复力气呢 我们得好好查一查 好不容易有了线索 他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争取弄清石头镇的秘密 事有轻重缓急 萧天耀自然知道什么最重要 当即收起心思 与林初九一同查看厨房的用具 经过再三的查看与询问 萧天耀和林初九一致认为 是水的问题 荣荣告诉林初九和萧天耀 他们家没有水井 他们家用的水 都是从石头庙偷来的 石头庙后山 有一道水流 据说 那些水 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 每年有新生儿出生 镇长就会抱着他去后山 用石头缝里的水 为他沐浴 祈福 这是石头镇的传统 镇上所有的孩子 都必须用庙里的水沐浴 不然会夭折 庙里的水 有特殊意义 自然不会任镇上的百姓 随意取用 荣荣家会用庙里的水 是因为 他们家没有大人可以打水 荣荣没有办法 只能趁夜晚悄悄地去庙里 偷些水用 而荣荣一个小孩能得手 自然是因为 石头镇的防御太弱了 镇上的人 仗着石头镇的神秘力量 只在城门口派人守着 其他时候 只偶尔有人巡视 只要摸清了巡视的时间 要避开镇上的人 去偷打一两桶水 一点问题也没有 是以荣荣和他父亲 才会在临初九体弱时 选择跟他一起离开石头镇 只有百分之一